進一步來看 三重這起事故造成員警死亡 而范賢他是坦承 闖獲之前有吸食 喪失毒品之稱的伊托米脂麻醉煙蛋 而這個毒品屬於新興的毒品 注射30秒就會發揮功效 原本是醫院使用的麻醉藥劑 如今卻被濫用了 調配成了電子煙油做成煙蛋 在販售給時下的年輕人 不過事發當下 伊托米脂仍然是屬於管制藥物 要到10月份才會列為第三級的毒品 范賢不只不用背負毒品罪 刑責可是直接少掉兩年 對於家屬來說 又是另外一個沉痛的傷害 凌晨巷弄內一輛轎車慢速行駛開到交叉路口 接著又莫名其妙把車子倒退路 路過的兩輛機車都差點被撞到 隨後車子回轉 又朝原本的方向快速行駛 消失在盡頭中 誰也沒想到過沒多久 這名駕駛卻撞死一名員警 男子雙手上靠被員警左右包夾帶走 他就是肇事的黃性駕駛 高速逆向衝撞 奪走一名員警的寶貴性命 事故當下 他神情恍惚 走路搖搖晃晃 幾乎是靠警察抓住才能行走 詭異的行徑也讓外界懷疑 不是單純的行車事故 而事後他也坦承 肇事前的確有吸食喪失毒品 依托咪止 根據了解 依托咪止是一種超短效靜脈麻醉藥物 濫用會導致精神恍惚 異怒與無倫次 全身像喪失般 渾身顫抖 無法站立等症狀 屬於新興毒品 這種毒品原先都用在手術麻醉過程 卻被中國不肖業者添加到電子煙油中 或以粉末販售 並趁台灣尚未列管期間大量購入 販賣給年輕人 而法務部今年六月也召開獨審會 決定把依托咪止列管為第三級毒品 預計十月正式上路 假設事發當下依托咪止屬於毒品 除了公共危險過失致死外 還可加一條毒品罪 最重可判十二年徒刑 但如今卻整整少了兩年刑責 對家屬影響甚大 要讓他們怎麼接受 接著再次的娛樂微信別撲到